財財盡在運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個早上的9點 我們一起來觀察 台北股市的開判 今天是第二季的 第一個交易日 相對的也是很多小朋友 會說今天4月1號是愚人節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在今天早上 很快速看一下 目前牌子期報價漲快100點 96 97 98 99 100 然後我們看一下加權指數 我覺得今天是有能力 看到漲100點 現在加權指數報價10729 上漲88點 在今天早上 我大概很快速看一下 包括我看一下 我們的智慧演算系統 我們原本在上週五 就演算系統 他一路買 買到4筆滿倉 在今天早上他自動 他就把他下修 下修現在只剩1筆 原本是4筆到1筆 一般我所知道的 如果說一般的城市交易 90%以上到現在這一分鐘 應該來講假設是站在空方的 大致上都停損了 多方的就積極做進場 我的看法這裡今天是4月1號 今天也是第二季的第一個交易日 適度稍微停看廳好不好 為什麼這麼講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各位請看 第一欄 第一欄 幫我把這裡放大就可以了 所有的會員 我們做同樣的動作好不好 我們看第一欄 加權指數目前上漲87點 暴在10728 沒有錯了 第二個叫做日經指數 也不錯 漲幅高達1.76個百分點 那麼上漲了373 那你就把一根手指頭伸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你就把它按下去 對不對 記得 國外的 國內的 就一律是5分鐘 正午時站在空方 傅午時站在買方 零軸就是平 好不好 零軸就是你的停力跟停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看一下日經指數 來 各位請看 日經現在暴漲超過300點 漲幅高達1.76個百分點 對不對 出現一個跳空的一個暴漲 怎麼看 我們就把它縮小 史為禁 叫知心替 仁為禁 稱之為民得 是所有的商品結構都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看日經指數 分別有1 2 3 4 連線在5 1 2 3 4 5 中間叫零軸 也就是說我們去觀察 過去這一段期間以來的日本股市 好 當日本股市來到這裡叫正午時 他一定會回到零 他不可能不回到零 相對的來到負午時 他也肯定會來到零 在正午時你要提防他又會回到零 那負午時你也不用擔心他又會回到零 那現在在正午時 所以整體上你問我 我覺得適度停看 聽好 第一個當然是個多方很強悍 可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以日股為例 我們來觀察 總共到目前為止有三個高點 對不對 對 你可不可以看整個結構 這裡有一個高點 這裡有一個高點 這裡一個高點 相對的有兩個已發生的最低點 分別在這個點 20911 這裡跟這裡 在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你必須要有個工具告訴你 這裡要樂觀 這裡要積極 相對的 這裡你要踩煞車 這裡要放空 所以這裡 你稍微觀察不要太衝動好不好 第一個 你學會做會輸 再來 針對空方來看一下 空頭多頭都一樣 這是在過去的我們長期 包括過去在上課 有跟各位做簡報 很多朋友說蕭文 有一直講美股 國際股市 那可以不講國際股市嗎 不講國際股市 你台北股市到底要怎麼做 我沒有講錯吧 所以各位請看 其實這裡的重點 只看一個 看哪一個 看最右側 幫我給我媽媽 把這裡放大就可以 其他都不用看了 從今天一直到明天 未來這24個鐘頭 不管是做空的 你當然壓力很大 做空的你是搭配 光是短短幾個交易 從上個禮拜到今天 你最少要賠掉200點 一筆 你最少不要輸200點 因為我看一下 我們演算系統 就遠遠超過200 所以就是說要很小 怎麼辦呢 空方就看這個叫Mix好不好 Mix叫反轉指標 就是說它跟道瓊 跟國際股市 它是反向的 Mix在漲 Mix在漲 國際股市接下來是跌的 我的講法是接下來 為什麼 因為Mix本身它有領先的功能 所有的反轉指標都有領先的功能 我舉個例子 我們講最簡易的 乖離率好不好 你如果利用乖離去看台北股市 包括所有的股票 包括指數都一樣 你用乖離去做評價 看任何的金融商品 乖離本身 它就是具有領先的功能 什麼叫領先 當你在觀察乖離率的同時 你在幹什麼 你在讓你的系統 是不可用盡 是以盡 然後貨幣制 它反駁的力量就會發生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們的智慧演算系統 我剛剛早上看了一下 一片熱絡 全球金融商品 哇 漲到一個不行 我們的智能演算系統 大幅度調降 從滿倉是比降到剩一比 趁最低標準 所以我的看法 你自己要小心 來 第一個你要背 背一個整數點就好 好不好 現在即時報價是不是15.05 你就背一個 做空的 你已經快跑路這種空單 來 你就背15 Mix就是15 OK 整數 你背整數就可以了 做多的你也看這一個 也是看15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小明 我辦康 我辦康 那我就看這個15 這個15 他如果往下跌 我就該停損 就一定要停損 你知道嗎 我如果是做多的 當然是贏 我們要持贏保態 你要持贏保態 你該怎麼辦 我就一樣會看這個Mix 如果這個Mix 往上 往上 來到15.2 你就要提防 這裡又要進入 另一波的大震盪 OK 所以你就要看這個15就可以了 為什麼是15 一樣 包括所有的成員 包括Line 好友 我有貼在上個禮拜五的研究報告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看美股 各位請看 這是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 美股漲幅0.8個百分點 上漲了211點 我們來看禮拜五 禮拜五最主要的關鍵 就是開盤之後 你都不要去看開盤量 沒有意義 開盤之後標準交易量 一定是全球金融商品都一樣 開盤會有一個最大交易量 然後在正常交易結構裡面 這個交易量會形成這樣子下修 在這個下修的過程裡面 你在等什麼 一個明顯 明顯的供給量 這個供給量有可能是多 有可能是空 就是以接下來的最突出的大交易量 當作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所以我們來看 在上個禮拜五 我覺得各位你要做個筆記 最主要是發生在11點 就是台灣時間的暗時在1點 紐約時間的早上11點 這個時候這個交易價格 叫25824 好 我們講過 在25688之上 你該認賠的要認賠 要不然你會被嘎到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不是這麼跟各位提嗎 所以他肯定就過了25688 因為他在11點爆出主要交易量 叫25824 請問怎麼看 是不是以25824 因為量價叫同時指標 當來了成交量了 我們趕快來看他的交易價格 跟即時的商品 商品報價做比對 因為他是同時 好 如果即時商品價格 在這個大交易量的上緣 這裡就形成叫做多方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多方支撐在25824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在25824 畫出一條平行線 然後他就繼續漲 繼續漲之後 他就一定要來交代這個25824 所以交代之後他有沒有跌破 他不跌破 所以肯定就是個多方 他就很標準 量價叫同時 好 來 我們持續往下看 中廠收在25928 可是在收盤前 有留下一個 充滿了讓人各種瑕疵的一個交易量 這個在3點54分 爆出上週五 每股最大交易量 因為這個交易量遠大於11點 所以當然代表他取代他了 怎麼看呢 所以今天晚上 第一個 你在觀察國際股市的 我覺得人要做個筆記 不是看25928 這個收盤價不重要 應該主要先看 幅度不大 可是以這裡為一個 主要的觀察重點 叫做25909點 好 這是針對一天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拉大 我們把時間拉大 各位請看 這是過去一整年 我要講快一點 這過去一整年 一整年的國際股市 好 我們從左邊往右邊 就是說死為盡 知心替 從過去的案例裡面 讓自己在未來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怎麼樣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你利用量價 多頭市場做多 空頭市場 它要布空 所以我們來看 4月20號 4月20號 叫做2萬 因為當初爆出最大交流 各位做交叉比對 我就不再詳細說明 4月20號叫2萬4462點 過了將近2個月 你看 美股滿有意思 美股每個行進都是2個月 它的週期就2個月 整理2個月 上漲2個月 下修2個月 它都是2個月 它不是3個月 所以我們來看 6月14號是爆出 這個我們25090 大概講了最少60次以上 去年 是最主要的關鍵點 6月14日 叫2萬5千空90點 熟住這個點代表 它是個多方 熟住這個點代表是個多方 所以我們持續往下看 比較快 好 來 來到9月21號 921 當時美股來到2萬6千743點 有沒有出現一個新的更大的交易量 有 所以它的主框架 是不是在9月21號 你應該在這個點畫出一條 叫26743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到 看到什麼 當26743在下修的過程裡面 24462以及25090 有沒有分別來到這個點 形成一個整理框架 有 因為它要交代這個交易量 所以很標準 可是最低點發生在 去年的12月21號 叫2萬2千4百45點 上週五收債25928對不對 所以你趕快看 你就知道接下來怎麼做了 好 第一個 我的看法 3月15號這個交易量 叫25848 所以今天晚上的美股 美股 先看25848 就是說縱使它跌 不重要 你要看它有沒有在守88 如果守848代表今天晚上明天 美股還是個多方攻擊好不好 可是假設不守848代表又不一樣了 它有另一波的整理結構 說比較快 我時間到了 比較快 來 所以趕快看這張圖表 來 這叫Mix 字表的時候在15.25 這是在上週五 現在在15.05 很重要 你不要說只有0.2 0.2就差了200點了 來 字表的時候在15.25 現在即時Mix爆價在15.05 哪裡是15.05 這一條 最底下這一條線叫15.05 Mix往上漲 美股肯定暴跌 OK Mix向下修 美股就持續漲 所以你要看什麼 如果它持續往下 代表今晚的美股還會大漲 可是如果它出現反轉向上 然後美股就會跌 所以你要看這個點 這個點在多少 在這裡叫15 剛好整數 你就記15.05 你就記整數好不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後馬上向各位做簡報 請上台灣抗戰網 現在就加入不得土步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這是台灣最清的官 這是台灣最漂亮的風景 這是台灣最讚的小籠包 這是台灣速度最頂的國體 這是台灣最概念的遇上 這是台灣最寬意的台客 這是台灣最概念的指標 PSY 全勝大事一擊放 五票齊貨一把照 現在就來加上固德頭顧 讓您贏在股市的地點 立即撥打0800-555-808 您的新台幣已經超額 會被海關沒入喔 依喜簽防治法規定 每位旅客出入國境 攜帶超過新台幣10萬元 需向海關申報 如未申報 超額部分將由海關沒入 若申報不時 也會將超過申報部分沒入 如時申報 則會退運超額部分 除了新台幣 您還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喔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帶新台幣限額10萬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額攜帶請如時聲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一樣喔 我們看一下 來 看這個畫面就可以了 照著做 伴侵商 歡迎你怎麼做都要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目前上漲61點 來到10702點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在上個禮拜 3月26號好不好 來 這在上個禮拜我們針對一檔股票 我不是推薦你買跟賣 我是做個簡報 我們把過去我怎麼向我們的成員 做簡報跟你做分享 第一個 我們去看以4958的真頂為例 4958真頂現在是跌的 我們來看在上週 我們認為第一個PEG PEG叫做盈盈餘成長率 群盈餘成長率我們觀察真頂 當時在0.61 也就是說它遠遠低於1 代表怎麼樣 代表股下是被低估的 再來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當時還沒有公告 2018年的每股盈餘 在上週公告的每股盈餘 高達10塊半 2018年 我們預期今年 今年會比去年來的成長更為強悍 更為強勁 我舉個例子 你說真頂是蘋果相關概念股 那6176是什麼 你回答我 這支股票是什麼 這也是蘋果概念股 這是月線 這是哪個傢伙按的 月線 股票已經做到月線了 那很厲害 對不對 股票可以做到月線 那是在做什麼 就一看就知道怎麼樣 它大漲了多久 大漲了一整年 從年初漲到現在 每個月都在漲 那為什麼 你說瑞宜不是蘋果概念股嗎 它不是所謂的背光模組裡面 針對蘋果在iPad 提光背光模組嗎 對 那為什麼大漲 一樣是蘋果概念股 這支股票有期間要一百塊好不好 有啊 你要買會期的股票 不是人家講蘋果 好 那你就跟著亂買 蘋果不好你就跟著亂出 亂殺 你怎麼做你也輸 這期幾年 跟著做 好 第一個我們講過 低本益比 低本益比 高成長並且形成集結噴出 簡單講 你就會有非常高的投資報酬率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看法會長的股票 會長的股票你就贏得比較多 我說正面 你也稍微拜託一下 你都假贏過嗎 一支股票贏那兩塊三塊 贏五百元 你不要做股票好嗎 不是啊 如果你在證券投資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不管什麼股票都一樣 你的目標是那個五毛的 那就不要浪費時間 來 我們來看 你要分得清楚什麼叫洗盤 你要分得清楚什麼是洗盤 人家在洗盤 你當作市場在出貨 你又怎麼做 你也輸 你是要做得贏 這個是在上個 3月28號是上個禮拜四 上禮拜四 我們開始啟動我們的成員做簡報 禮拜四 禮拜五 有就有 沒就沒 來 然後就是說我們去觀察 它的一個量價分佈對不對 分別把26號 禮拜二 或是7號 禮拜三 28號 禮拜四 我們去看 它的主要交易量 是分別發生在這個點跟這個點 你怎麼去觀察一家公司 它可能有出貨的嫌疑 或者是它是在洗盤 你就看最大交易量所產生的位置 這個交易量是不是在這裡 如果說商品價格跌落這個點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這裡就會形成一個標準的套牢區 所以這個點不能破 只要關鍵 這個點它守得住 我告訴你這個只是個洗盤 那一檔個股在洗盤代表什麼 它要大漲 你是在討什麼 它不是要大漲 他要幹嘛洗盤 你要看有 再來呢 你要去估 我們去評價了 該公司 該公司 目前本益比低到只剩7.9倍 不要救死人 百百高期 我想問各位 各位可以到台灣證券交易所 證券交易所 上面有公告 從個股到整個大盤指數 包括台股歷年來 每一個月它都有公告本益比 它的本益比 台北股市標準 我們看過去這20年 台北股市你去觀察它 整體上標準的本益比倍數 大約會落在16倍到18倍 16到18 主要 加權指數 成長型的 現在是怎麼樣 去年2018年公告2.27 那今年我們的看法肯定會更好 那本益比7.9倍 我是眼睛去拉股 看這裡 你也比較認真 股票做不贏 就夠丟臉你知道嗎 來 各位請看 畫面上我不知道未來 我只跟你講過真實的案例 這是過去這15年 這15年一直到鴻海入主之後 什麼時候入主 2011年之後 有什麼 因為虧損 2011年該公司每股運輿 叫負0.47 最高在2007年 就金融海嘯的前一年 金融海嘯前一年 廣語的股價來到150塊 為什麼 因為當年 每股運輿2塊4毛3 這15年來不含今年 不算今年獲利能力 最強的在2007 我們認為今年將遠遠高於2007年 這第一個 去年上週公布的每股運輿 也是落在2塊2毛7的2塊2毛8 沒有錯吧 今年會比它更好 股價在這裡 我們今天在說什麼 沒有啦 你也贏得多一下 沒有啦 不然就不要買股票 我已經在買股票了 我認為應該把它拉高 再來 我實在不太想講這個 但是來 各位親愛的會員 我跟會員講可不可以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 這過去我們教學都教過了 上途是不是指數行進 對不對 底下就一般的MACD 它也不是什麼多厲害的MACD 然後我們去觀察 上個禮拜一整週 我是怕你輸啦 再說一次 你如果怎麼做怎麼輸的 你可不可以把複雜變簡單 你學那麼多 也不知道在學什麼 老師一個換一個 換到不知道要換哪一個 來 上途是上個禮拜 是不是指數行進 跟一般的MACD 好 那就這樣子做 其實也不錯了 舉例 MACD鑄狀體向下 在10597 鑄狀體向上 在10542 然後分別10509 跟10536 我們就不算到今天 到上個禮拜五是10641 現在在10718 所以又漲了將近80點左右 沒有對不對 就算到641就好了 所以整體上來觀察 597到542是55點 你要做筆記 很重要 542到509是不是輸33點 509到536是不是輸27點 好 這個到上週五 不要算到今天 算到今天就不得了 到641是漲了105點 所以我們來看上個禮拜 如果以很單純的MACD 雖然你的成功率只有50% 可是你可以贏100點 沒有對不對 這是一般的業者 這是一般的投資人 你覺得他不好 然後就自己黑白做 然後就輸了400點 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好 什麼叫 什麼叫智慧演算系統 智慧演算系統的功能在於 本來迎55點把它擴大到105 然後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應該在542做多529平 534做多523平 529做多542平 各位會覺得說 這有什麼 怎麼了不起 這簡直是了不起到一個不行 為什麼 原本 原本要輸33點 現在變成大幅度下降 大幅度下降 輸幾點 輸11點 輸12點 然後這一筆 把它下降虧損縮小到只剩12點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來看 輸33 輸27對不對 然後變成怎麼樣 輸33只剩輸11 負27的只剩負12 引55變成105 然後獲利加大 虧損大幅度下降 這樣加起來 你自己算 100 200 不然從100點 可以拉升到將近高達200點 這就叫智能智慧演算系統 那就交給智慧演算系統 也是一個不錯的 一個觀察主要目標 歡迎各位 在4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利用第二季的全新開始 歡迎各位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也祝福所有朋友操作順利 這個叫波段趨勢 財文廣進 感謝你 拜拜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平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運通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談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心鎖定運通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現在就加入不得途步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播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無關是後面的風景 也是百步 無關是台灣還是全世界 用心用愛 讓後面大家孫 有更好的生活 2019風起雲湧 創造未來 邁向成功 全盛大師一級棒 股票期貨一把兆 現在就跟您 顧得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的第一場 立即播打0800-555-808 5808 0800-555-808 我的車啊 牛門一吹下去 哪有任何一個人 看得見我的車為黑 這麼神奇喔 好可怕